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師父講起是明星跟正性它的差別是在哪裡 我們應該怎麼拿捏不會變明星 像之前我還沒接觸師父的時候可能我不太懂 然後我可能去拜拜的時候就會希望說我業績更多好明點 但也確實業績就真的很變好 然後自從認識師父之後我就不太敢拿香 然後說我要希望工作更好的生活 我就變成說就是跟他講一下我最近的境況這樣子 然後就阿彌陀佛 然後就插銷 就是我有做個這方面的調整 好 明星我們從字面一一來講其實很簡單 明 相對什麼 覺 覺悟的覺 迷 迷 迷思 那覺悟把它用成更白話的理解就是明白 對不對 方方明明你都很明白 知道了 對不對 明白知道了解 這類就叫覺 對不對 那相對於你就是不知道了解 不清楚嘛 不明白嘛 對不對 這類的嘛 那你不清楚不明白都搞不清楚 就去相信 這個就叫迷信 那這樣的相信 與你往這邊的做法 是不是就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我比喻說 你相不相信 做一個杯子可以裝水喝 對不對 在一個人從來不知道有杯子的時候 他說相信了 那你去做一個杯子 結果他做出來杯子怎麼能不能喝呢 因為有很多洞 所以你相信做一個杯子你要先理解 杯子是什麼 為什麼杯子可以裝水喝 杯子勢必是一種容器 這種容器是不能用破洞的 所以他才能裝水喝 對不對 那只是我們的形容詞 小一點的叫杯子 大一點的叫鍋子 這是形容詞的不一樣 如果以巨人來講 你們的鍋子就是他的杯子 這個是不執著於名詞相合來講 總之你要知道 對不對 你不會 那你胡裡胡土拿一個破的瓦片 然後裝水喝 你都漏掉了 所以迷信 就常常會產生這種 與你事與願為的狀態 那什麼叫正信 很簡單就叫正確 你知道正確的理路 所以你去相信他 你在當中建構起信心 那信很多層面的 你除了相信他 你要自己有信心 那其實信心是第一步 因為你了解 你自然會有信心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去接受 他的因果理路 對不對 他的事項跟理者的一種呼應 對不對 這時候這個接受就叫做信 所以信治 信因信果 信理信事 所以迷信就是搞不清楚 什麼都搞不清楚 你也這麼去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哪裡剛剛講 以前我們去廟裡 為什麼會拿香拜拜 求業績好 無非你相信 去這樣求他 你業績就會好 對不對 要不然你怎麼會去呢 可是 中間有一段就 突顯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 你去拜他 這樣的理路 就會變好 不知道 對不對 這裡就迷了 對不對 所以你去找他是信 那這段叫做迷信 對不對 那你看 有一種人就這樣 一樣 我也去拿香拜拜 我業績會好 可是 這時候 你要了解這個人 的理路是什麼 他說 因為 有人教我 我去廟裡拿香拜拜 拜的時候 我要很感恩這些佛菩薩 這些佛菩薩 佛菩薩代表能量 代表一種善的意念 對不對 這時候不是那個木頭人 所以我去拜拜 因為我沒有對象的時候 我自己的善激不起來 所以我去廟裡拿一炷香 一點燃破 我拿著是不是人流去聚焦 那種恭敬感 那個寺廟的莊嚴度 就會讓我這個善的力量激起 對不對 激起的時候 於一個雕像 他代表在我認知 人家教我認知 代表一個正能量的 一個表證 所以我看到他 我又提醒了我自己的善的力量 對不對 這麼一整套 然後我這樣運作 余焉 我這個善的力量產生之後 這個大自然法則的概念 能量並兌現出物質跟精神世界 對不對 那我要賺錢是在這兩個世界裡 對不對 所以他來自我的善能量 所以我去廟裡是在激起我的善能量 那表面是我在感人佛 感人也是善的能量 對不對 我在禮境 禮境也是善的能量 我看到他們這麼慈悲的一種莊嚴像 又督促我做人要慈悲 慈悲要奉獻 對不對 於行為上 國家叫布施 對不對 西方叫奉獻 餘焉 我去了寺廟 我不但在當場我激起了這些善的能量以外 我又記憶住 我又把這個善的能量帶離寺廟 去我的生活當中去運作這個善的能量 那麼在能量學上有人告訴我 善的能量產生善的物質跟信息 其中有一樣叫做財布施 財物的奉獻 所以我會去做 原財物的奉獻 財物的能量 就產生財物的這一些物質 對不對 跟精神 所以我常常會去廟裡這麼做 是在訓練我這一個能量的運作 那我是很清楚明白 我最後賺錢是怎麼來的 於是我去廟裡 相信這麼一個運作 對不對 也用這個相信來督促我去運作 那這樣是不是才開始在運作這一個 所謂的科學禮物了 以我很清楚的狀態而得到 所以這個就叫振興 你看現在兩個人 一個去拜拜叫做明星 一個去拜拜叫振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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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要別等嗎 請到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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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